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保屋宠物美容的负责人陈婉琪 嗨婉琪 嗨 嗨婉琪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保屋宠物美容啊 这个品牌你们创立多久 我们大概五年多了 五年多了 那其实也算是有一段时间了耶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你们的美容店的话是在哪里呢 我们地点离这边还蛮近的 在台中市西屯区大龙路 超近的是 东兴国小的写对面 哦我知道 所以等于是其实你们的地址的话 其实就在东兴国小写对面 那也算是非常热闹的 对 那我想问一下说你们 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创立这个品牌 就是什么样的契机 然后让你想要开一个宠物美容呢 一开始我们是想说要经营一间 可以让宠物开心放松洗澡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们为了要让狗狗可以不紧张的洗澡 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们洗澡的狗狗是不管容 因为想说让狗狗的心情比较放松 但是不管容的话狗狗会不会就是整个脱续这样子 有时候会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一些狗狗的个性 因为蛮多狗狗其实他们 因为其实现在蛮多狗 他们是不跟狗玩的 然后其实他们放着的话 他们会各自待在一个地方 真的吗 这么有趣哦 对 就是其实我们会想象说 狗会跟狗玩在一起的话 但是其实现在 因为台湾毕竟养的比较多都是小型犬 那小型犬可能会比较紧张 然后他也不会去习惯跟其他狗接触 所以他们都蛮好笑的 就会各自待在一个角落 可能待在沙发 或是待在地上一个地方 好有趣哦 就是在那个动物的世界 他们有自己的社交群 然后有自己的一个地盘 然后大家各自就是 不会大家就 大家各自就是不会超过界限 对对对 等于是我跟你之间 有一个界限这样子 对 太有趣了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其实以不关容来说 你们相对会比较辛苦 但你们怎么样去安抚 现场这些狗狗 因为以不关容来说的话 其实等于是说 你们比较要变成说 要取得那种狗狗 非常新的你 同时你们要非常有耐心吧 因为有时候狗狗可能会 稍微可能比较嗨一点 你们也不太好掌控 其实基本上 因为我们的地方不关容 其实已经让狗狗 已经觉得算是比较放松的 所以他只要 他找到他一个地方 他待着 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再来就是可能我们会 因为大部分狗都还蛮亲人的 我们就会试着去先抱他 然后在美容的过程中 尽量让狗狗的身体 去贴近我们的身体 就也会让狗狗比较有安全感 就等于很像是在抱小孩一样 对 了解 也蛮有趣的耶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创业的过程中 其实在非常辛苦 然后其实也会多少会遇到一些挑战 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两件机 觉得其实在做宠物美容的话 有一些事情可能蛮挑战 然后也让你印象蛮深刻的 其实我是觉得经营的过程 真的是蛮辛苦的 尤其是现在因为网路资讯很发达 所以其实蛮多四组都会看到一些美容 然后狗狗被虐待的画面 所以会造成就是不信任店家跟美容师 那这个对于好的美容师 其实其实蛮受伤的 对 因为像我们曾经有一次 有个客人 他带狗狗来美容 然后回家之后 然后就问我们说 为什么狗狗的耳朵就是缺一块毛 是不是我们有剪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基本上如果主人没有交代的话 我们不会去动他 对不会去动 那个美容 就是我说那个市主 他没有在现场吗 他其实从头到尾都在现场 他在现场还这样急 对 很辛苦 对 然后当然他可能 他是坐在沙发区他可能没有看 所以我们后来还提供我们的美容的画面 直接给他看 就是拿剪刀的部分根本就没有 那这样总算行了吧 这样应该他可以放松了 比较放心这样子 对 可是他后来他当然就没话说 可是他就后续就说 我觉得狗狗情绪好像蛮紧张的 然后剪指甲的时候 为什么你们没有先安抚他 但是其实美容师有知道狗狗很紧张 所以美容师其实是把狗狗抱在怀中 然后这样子帮他剪指甲 对 那当然而且主人在现场 他也没有反应 然后都是回去之后 然后才说这些事情 那就是以这样子回复的过程 就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被信任的感觉 其实也会觉得蛮受伤的 是等于是现在世主其实对狗狗来说狗狗就是他们的毛小孩了 对 尤其是他其实对于说好像就是一个他自己的小孩子 然后他就会有一点过度紧张 然后对你们也会有一点点就是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会一直想要确认确认确认这样子 那对你们来说你们反而也会蛮辛苦 因为你们要一直不停的去很有耐心一直去解释解释这样子 对 没错 确实是真的蛮不容易的 那我想问一下说以你们宠物美容来说的话 你们除了帮狗狗洗澡以外 你们还有哪些服务的项目 我们除了洗澡 然后有安清跟住宿 安清跟住宿 对 很像小朋友进到一个托儿所 安清跟住宿 对对对 安清的话就是蛮多像有一些客人 他是从外地来台中他可能只是要去吃个饭 然后他就暂时要解放 或是他们要去哪个地方吃不能带狗的 那就先来解放这样子 然后比较多像最近比较多多住宿 因为其实台湾人疫情之后都很多人都很想要出国 所以其实最近住宿的量都蛮多的 对 所以你们有分淡季跟旺季吗 也是有 对像住宿的话就是只要有廉价或是寒暑假 过年这些都住宿的量会很多 那美容的话也是会有淡忘季 美容的话就是可能天气热的时候 或是有一些节日他们想要带狗狗出去玩 也会比较忘季 那像现在如果天气比较冷 11月或是可能三四月比较没有节日的时候 就比较算是我们的淡季 OK 其实就等于是说主人在这些节日当中 可能主人会忙的忙啊 聚会的聚会 然后party的party 然后出国的出国 然后这反而你们就会超忙 所以等于是说任何节日你们就变成说 你们店内会超 就是等于生意会超好 你们也没有办法就是在节日的时候休息这样子 对我们反而是廉价 对反而是平日的时候 就跟服务业蛮小 那你这边的话想问一下就是说 那有没有在哪一个过程当中啊 就是你在服务客户的过程当中 然后顾客给你的一个回馈也让你们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顾客对你们肯定的一些回馈吗 有时候客人会在讯息里面 尤其是可能住宿的 他们会说 我觉得我的狗狗放在宝屋很放心 因为你们每天都会传照片一片 然后看到他们笑的样子 他觉得很放心 真的啊 狗狗笑的样子是 就是他 因为有些 其实你会 主人从照片有时候可以看出来 因为你如果很紧张的狗 他可能身体是缩的 尾巴可能是假的 但他如果说是躺着 或是就是坐着 然后可能 可以感觉知道狗狗很在秀 对就是你可能他在笑 对就是你会感受出来 因为紧张他是说着的 对 那还有有一些是有听过客人说 我的狗狗来你这边洗澡 他会自己上来 然后他之前可能去别的地方洗澡 他是很抗拒 他会在门口 就是狗狗有时候会这样子 有点类似上就是你知道 就是有一点犹豫不决 没有办法往前 对他就会不想要前进 他可能就坐着用手撑地 然后他就是意思是不想进去 可是主人看到来我们店里 他就自己走上去 那个画面 其实有时候主人也会觉得 很感动 对真的就会觉得说 因为其实狗狗其实第一个 他对于环境上 他本来就是非常敏感的 对 然后其实刚好又有时候我们都知道 就是要帮狗狗洗澡 大部分狗狗是不太热议的 对 而是他愿意说 狗狗愿意说自己走上去 然后其实真的会让人觉得 蛮开心的 对 那这边的话我也想请你分享一下 就是说 未来的话就是如果有人想要进入你们这个产业的话 那因为晚期其实你也创立这个品牌五年多了 那五年多其实我们都知道 现在世主非常重视自己的狗狗 所以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有人想创业的话 您的一些经验跟分享 我是觉得特别在做宠物美容 真的是要有爱心跟耐心 爱心跟耐心 因为不是每一只狗都像自己的狗这么听话 他可能会不喜欢美容 他可能比较容易会增长 那如何像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何让世主 就是说 因为我朋友也有人养狗 但是可能就是从小养 他的狗狗他就会说 为什么别人狗狗很听话 他的狗狗不听话 可是我觉得晚期你养的狗 超温馴的 而且很有安全感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养 你是怎么养育狗的吗 我是觉得狗真的是要教他跟陪伴 那教的过程就是 比如说他有做对的事情 然后你要很开心的 可能拍拍手 然后奖励他 拿零食喂他 告诉他 你很棒 你的口气要很明显 那如果说他有做不对的事情 你的口气也要很明显 就是很严肃很严厉的告诉他说 不行 或是no 就是你的指令要很明确 就是要简短 就是不行或是好棒 你的指令 不要太长 不要说宝贝麻烦你坐下 这样子 就是你就是请他坐下 握手 吃饭 就简单的指令 然后开心的事情 对的事情 你要你要口气很明显 然后以及不对的事情 你就要口气是很严厉的 那这样教久了之后 他就会知道说 原来主人是喜欢我做这件事情的 他是不喜欢我做这件事情的 他们就是会知道 那当然就是也是要去陪伴 就是都是要花长时间 不会说一下子可能教三天就毁了 没有 就是其实真的要很花时间 就是每天每天一直教 要很有耐心 是 那怎么样让狗很有安全感呢 就是你要陪伴他 然后就是你要知道他的个性 他的喜好 他是可能比较安静的 比较容易紧张的 或是他是比较活泼的 对可能就是要按照不同狗的个性 那当然就是现在 外面也有一些训犬师 如果说他是狗真的是比较失控 其实有一些训犬师 可以网路上找 也是可以找得到的 嗯 了解 所以其实要踏入这个行业的人 其实第一个 要有足够的爱心跟耐心 对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爱心跟耐心的话 因为其实宠物跟人不太一样 因为人可能可以透过说教育教他 可是其实宠物其他本身 还是有他动物的一个天性 所以更多的是需要包容这样子 嗯 谢谢 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能够邀请到 宝屋宠物美容的负责人婉琪 来到我们现场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